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徐耳煮 今次會分享一個香港經典的街頭小食 山菜魚肉 我會以舊式小販的做法去示範給大家看 絕對是大家的集體回憶 首先去街市的魚蛋檔 買一隻叫白魚肉的原材料 如果你買不到的話 就用來魚肉代替 一般的小販小食店都會用這隻原材料 去攀製魚肉山菜 甚少會由一條魚去打魚肉出來 這隻魚肉精型通透 雪白已經是半製成品 買回來稍微加工一下 就已經可以用 非常方便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懷念 小時候在街上 在小販檔木頭車的前面 捧著一碗魚肉山菜 或者丸仔翅來吃 這種風味 由於小販的絕色 這種飲食的情懷 實在令人懷念 第一步 將白魚肉加工 有三粉140克 糖16克 雞粉3克 鹽4克 將以上味料攪勻備用 今次我用600克白魚肉 將已經調好的三粉味料 分三次放在魚肉裡面攪勻 千萬不要一次放入味粉 因為會攪不均勻 就會起粒粒 如果家裏有廚師機的朋友 就可以輕鬆很多 沒有的就要學我一樣 用人力攪拌 起腳是你 接下來準備山菜魚肉的湯底 清水1800克 薑50克 拍攏 再調校湯底的味道 糖10克 雞粉10克 鹽15克 胡椒粉1克 水滾之後放下去 就變成了魚肉山菜的湯底 準備一些糖山菜切粗條備用 將已經攪拌好的白魚肉 放上適量的蔥粒 攪拌均勻 預備一隻平底碟 將適量的白魚肉放在碟上 再鋪平在碟邊 用刀背慢慢掛到魚肉湯 記得將魚肉湯的火調到最小 因為掛魚肉的步驟 需要一點時間 等所有魚肉掛到魚肉湯之後 才開大火一次煮起 將適量的山菜絲放在碟中 再淋上魚肉湯 再倒出來 令到山菜有溫度 再放上適當的魚肉 最後加上魚肉湯 這一個香港經典街頭小食 山菜魚肉就完成了 整個製作過程完全不複雜 很簡單 又能夠做到經典的美食 希望大家都試一下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視頻 請你給個讚我 分享出去 還有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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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